储蓄的好处 在生活中 我们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 有时顺利 有时困难 储蓄 就像是我们的备用金库 在关键时刻 能给我们很大的帮助 今天 我们简单地聊聊 储蓄的几个好处 首先 储蓄是预防万一的好办法 生活中难免会遇到一些突发情况 比如生病住院 工作变动 导致收入减少等 如果我们平时就存了一些钱在银行里 当这些事情发生时 我们就不会那么手忙脚乱 能够更从容地应对 其次 储蓄是实现愿望的小帮手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愿望 比如买一辆新车 去一个向往的地方旅行 或者为家里添置些新家具 如果我们定期储蓄 把一部分收入存起来 那么 这些愿望就更容易实现了 储蓄就像是我们的梦想基金 让我们离梦想更进一步 储蓄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 就是让我们学会更合理的消费 有时候 我们看到喜欢的东西就忍不住想买 但这些冲动购买 往往是想要 而非真正需要的 储蓄可以促使我们在消费前多考虑一下 区分哪些东西是真正需要的 哪些只是暂时的欲望 通过这样的思考 我们能够避免不必要的浪费 把钱花在更重要的地方 实现更明智的消费决策 最后 储蓄也是我们对家庭的一种责任体现 作为家庭的一员 我们都希望 家人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 如果我们平时有储蓄的习惯 那么在家庭需要的时候 我们就能拿出钱来支持家人 让他们感受到我们的关爱和责任感 总之 储蓄的好处确实很多 它不仅能帮助我们 在困难时度过难关 还能让我们实现愿望 学会更合理的消费 并对家庭负责 所以 让我们一起养成储蓄的好习惯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